他们的甜品啊,就是特别特别的甜,厚甜 嗨,大家好,欢迎回到HotahTalk 现在呢,说起抗衰老或者是保持健康 大家都会想到抗糖或者是戒糖 那在生活当中呢,完全跟糖划清界限 也是不太可能的事情,对不对 毕竟我们的很多很多食物当中呢 都有添加糖的成分 这些都是非常容易被忽略的部分 所以呢,本期就和大家来聊聊我们生活当中的那些糖 以及抗糖和戒糖 首先大多数人呢,都应该喜欢吃甜食 因为糖分会让我们的血糖迅速升高 大脑的中枢呢,会增加胰岛素的分泌 大脑中的血清素就会增高 大脑的血清素增高之后呢 我们就会有那个心情愉悦的感觉 爱吃糖呢,是有一个生物学原因的 像我们的祖先呢,在寻找食物的时候 一般都会认为,甜的东西是安全的,是没有毒的 相反呢,那些有毒素的植物 一般都会非常的苦 那现在市面上的糖呢 有的是天然的,有的是人工合成的 我觉得中国人甚至是东亚地区的人 吃糖没有特别的夸张 所以任何一个吃惯中餐了的人 一旦到美国,都会惊叹于他们那个甜品的甜度 他们那个甜品啊,就是特别特别的甜 厚甜,平均每一个美国人呢 每天吃糖要达到82克 在美国有一个非常著名的中餐连锁素食餐厅 叫做Panda Express,熊猫快餐 里面的东西呢,都是很便宜大盒 他们的菜看起来都是黏乎乎的 有点像勾多了欠 关键一点就是非常的甜 是典型的美式中餐 像我们这种吃惯了辣的穿菜的人 第一次吃那个熊猫快餐就觉得 中国人每天的涉糖量是53克 那其实已经超标了 因为世卫组织建议的这个每天涉糖量啊 应该是在25克左右 最多不要超过50克 那到底糖有什么种类 哪些是健康哪些是不健康的呢 那就要从我们常见的糖说起 最常见的呢就是葡萄糖 我们吃的任何的食物当中都含有葡萄糖 它是食物当中含量最广的糖类 它也是一切能量的来源 当我们吃了复合的碳水化合物之后呢 身体就会把这些自然的食物 转化成让我们赖以生存的葡萄糖 那葡萄糖呢也很容易进入血液 所以在医院或者是运动员 他们都会把葡萄糖当作一个快速的能量来源 再来呢就是果糖 果糖顾名思义就是水果中的糖分 那很多朋友在吃苹果或者梨的时候 都喜欢把皮削掉 或者是直接榨成汁喝果汁 那其实这种情况下呢 果糖就变成了一种添加糖 除了空热量之外是没有任何的营养 所以吃水果呢最好是把整颗水果都吃掉 或者说是能吃的部分都给它吃掉 这样子呢里面的纤维素维生素矿物质 才能作为一个整体给身体提供能量 再来呢是蔗糖 蔗糖其实是葡萄糖和果糖的混合物 我小时候特别喜欢吃甘蔗 削了皮之后呢 我可以在那边啃一个下午 我们平时最常用的白糖呢就是蔗糖 蔗糖其实吃多的是非常不健康的 它会增加过多的能量 不仅会增加过多的能量 它还会偷偷地绕过那些提醒你已经吃饱的激素 让你不知不觉当中吃更多的东西 当人体摄入了过多的精致糖之后呢 血糖就会迅速地飙高 那剩余的那些糖分就会在血液中自由地流动 它们最后会附着在胶原蛋白上 这时候就会产生一个非常可怕的 而且不可逆的物质 叫做糖基化中产物 也就是AGE Advanced Glycation and Products 这是非常可怕的一种物质 那在糖化的作用下呢 我们的皮肤就会变得发黄了 暗沉了 毛孔粗大 容易长皱纹 那所谓的抗糖化呢 就是尽量地降低胶原蛋白 弹力蛋白 失去活力的一个速度 让皮肤呢 尽量保持在一个年轻的状态 再来呢 高糖饮食很容易引起身体的慢性炎症 比如说肥胖症 比如说糖尿病 甚至是癌症 都跟长期的高糖饮食有关 但是也不需要对糖有过多的恐惧 因为现在市面上有很多的代糖出现 有的是天然的 有的是人工合成的 所以要怎么选择代糖呢 首先是人工的甜味剂 我们最熟悉的一种人工甜味剂 应该是糖精吧 因为像我小时候 很多零食看起来非常的鲜艳 然后吃起来又特别的甜 那都是色素加很多 糖精加很多 糖精的甜度呢 是这糖的三百倍到五百倍 它吃起来就是非常的甜 hold甜 而且吃过之后 舌头有一种非常不舒服的感觉 因为它最初呢 是从煤焦油中提炼出来的 经过一系列的化学操作之后 脱水再结晶 最后形成了一种白色的结晶状 糖精呢 是非常非常不健康的 它吃多了之后会引起中毒 所以大家一定不要吃含糖精的东西 再来呢 是阿斯巴甜 阿斯巴甜的甜度是这糖的两百倍 那我们平时喝的那些零度可乐里面用的甜味剂就是阿斯巴甜 接下来的甜味剂叫做安塞蜜 安塞蜜的甜度大概是这糖的两百倍到两百五十倍 安塞蜜呢 有很少很少的热量 而且它在人体当中呢 不代谢也不会积蓄会以百分之百的形式呢 从尿液中排出体外 那食品当中呢如果严格的遵守这个安塞蜜的用量的话 是不会对健康产生任何影响的 所以在这些人工合成的甜味剂里面呢 阿斯巴甜和安塞蜜是相对安全的 但是糖精是一定不能吃的东西 那现在还有一种比较健康的代糖 因为它们是天然的 比如说木糖醇 木糖醇呢是比较天然的甜味剂 它也是目前比较常见的代糖 但是它不是完全没有热量 每克的木糖醇呢大概有2.4的卡路里 还有一种代糖叫做甜液菊提取物 它的糖度呢是这糖的两百倍到三百倍 但是吃过它之后啊 对血糖是没有任何负面的影响 再来呢就是赤咸糖醇 这两年卖的非常好的一个饮料 叫做元气森林 它里面的甜度就是来自赤咸糖醇 这是一种低热量的糖 它的甜度啊大概只有这糖的60%或者70% 但是吃过它之后完全不会影响到血糖 或者是胰岛素的水平 所以也是一种比较健康的代糖 现在越来越多的食品呢 都开始慢慢的使用代糖 但是我们还是会在不知不觉中 吃进去一些看起来健康 其实含糖量很高的食物 比如说像是素溶咖啡 那这边我说的这个素溶咖啡是那种三合一的素溶咖啡 里面还有奶精的 并不是那种纯黑的咖啡 那种倒是比较健康 但是这种三合一的素溶咖啡呢 里面含有大量的糖分跟奶精 它的热量呢非常高 是我们一般研磨咖啡的20倍 再来呢一个非常可怕的东西叫做果酱 大家可以上网去搜一下果酱的制作过程 你就会发现其实我们吃果酱和直接吃白砂糖 是没有多大区别的 还有沙拉酱 花生酱 卤味 蜜饯 都是含糖量非常高的东西 另外还有一个我们容易忽略的东西就是酸奶 因为很多酸奶看起来包装很小 可是它里面的含糖量非常高 我上次买酸奶的时候 发现这么小的一罐酸奶 它里面竟然有12克的含糖量 所以要怎么样去避免这个添加糖呢 首先就是要看它的标签 那很多厂商呢 他们一般不会只写一个糖在那里 他们会写其他的名字 但其实都是糖的变体 所以大家一定要注意配料表里面的这些成分 比如说麦芽糖 玉米糖浆 红糖 乳糖 又玄糖 蜂蜜 浓缩果汁 那基本上呢 这些都是糖 还有就是看配料表的排列顺序 有的时候它并没有明确的标明那个成分的克数 但是呢 比较靠前的那些成分含量就比较高 比如说一个产品中 它有写到牛奶 糖 blah blah 其他的一些成分 那这个时候呢 糖是排到第二位的 所以说明它的含量是比较高的 那总而言之呢 糖是吃了会有幸福感的东西 但也仅限于过过嘴瘾 因为它没有任何的实质营养 对我们的身体呢 也没有任何的好处 但是呢 我们不用完全的戒掉它 也不用对糖有太多的恐惧 因为如果把它控制在一个合理的范围之内 是完全没有问题的 那这个最健康的量呢 就是25克以下 好那本期的节目就是这样啦 喜欢的朋友请帮我点赞订阅转发 还有留下你的评论哦 我们下期再见啦 拜拜